2022年4月1日 俄罗斯的比尔戈罗德州 以油库发生火灾 该州靠近俄乌边境 比尔戈罗德的州长回应 此次火灾是由乌克兰米二四 磁路直升机空袭所致 他们低空进入俄罗斯境内 进行空袭 该机是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制成的 世界上第一代运输家武装的 多用中型直升机 该机长达17.5米 高约6.5米 短翼翼展约6.6米 空重8200千克 常规起飞重量有11200千克 最大有11500千克 装有两台1640千瓦的 TV3-117涡轮轴发动机 飞机速度为每小时330公里 可持续飞行1000公里 最大续航时间为4小时 它的武器系统经常变动 会根据不同战场 不同使用国搭载不同的武器 目前服役国家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等50多个国家 1960年前期 苏联设计师发现了以后战场的趋势 认为以后的步兵会借助飞行载具 拥有更高的机动性 而且这个载具最好还能提供火力支援 于是以这种概念开始了新型直升机的研发 于1960年完成了第一台样机 并在1970年改良投产 1972年正式服役 登上世界舞台 这就是最早的米24磁路直升机 该机有一个运兵舱 可以乘坐八名步兵 运输士兵时 能够先以自身火力 对地面的敌方军队进行压制 给步兵提供一片相对安全的降落地点 非常适合空降作战 该机利用了单悬翼带为奖的布局 有五片玻璃缸制成的奖页 而且悬翼跟尾部的奖页 还装有电加热防冰系统 它的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的结构 重要部位还加有防护装甲 驾驶舱的挡风玻璃 也采用了防弹性能高的平直防弹玻璃 防护方面做足了准备 可以正面硬扛大部分枪械 它还有双套电器以及增稳系统 双发动机以及双系统的设计 让它中弹后仍能返回基地 而且它的油箱也采用了特殊设计 就算它的主齿轮箱油压到零 也能飞行15到20分钟 大大增加了生存几率 而且米二四的配套设备 还加装了很多的黑科技 比如自动驾驶仪 雷达高度表 弹道计算机 高频无线电台 以及有地图显示器的螺盘等 属于黑科技的集合体 也是当时苏联高科技的代表之一 米二四的主要任务 就是用来压制先头部队以及开辟通道 但是它也能用来反坦克或者护航等 只需要搭载相关的武器即可 米二四一经两项就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毕竟是一种全新的武器 而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 它很快就被应用到了战场 在诞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 参与了大大小小的三十多场战争 例如阿富汗战争 两一战争等 并且在最近 它还在俄乌战场上多次亮相 例如在3月27号 一架俄罗斯的米二四被击毁 3月31日 俄罗斯国防部城 击毁了乌克兰的一架米二四等 而针对此次的空袭 比尔戈罗德的州长表示 目前有两名工作人员受伤 暂无生命危险 而且周围居民也已经紧急疏散 俄罗斯相关机构 与该油库所属的石油公司 目前正在进行紧急灭火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